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麦子学院推出的 Android高级UI控制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本集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实现下拉刷新效果的系统控制 Swipe Refresh Layout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下拉刷新的使用场景 在很多商业的APP中 都使用了下拉刷新这种UI 比如,新浪微博 网易新闻和KQ等 这是新浪微博中的下拉刷新效果 这是网易新闻中的下拉刷新效果 这是QQ中的下拉刷新效果 如果大家想要在自己开发的APP中 实现类似的下拉刷新效果 可是之前又没有实现过类似的效果 那么大家应该如何去做呢 在上节课的时候 给大家讲解了Android的高级UI空间的学习思路 在这里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应该去思考 有没有实现此UI的系统空间 然后去思考 有没有实现此UI的通用第三方空间 接下来应该思考 是不是可以修改通用的第三方空间的原代码 来实现我想要的效果 最后就只能通过自定义空间了 本节课我们在顺着上节课的学习思路 一起来实操一下前面提到了四个步骤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实现此UI的系统空间 也就是说系统有没有给我们提供 实现下拉刷新效果的空间 上节课也给大家讲到了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以按照搜索定位 阅读文档 总结要点和编写Demo 这四个步骤去实际操作 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四个小步 一步一步的来寻找我们想要得到的答案 先来看搜索定位 同样根据上级课的讲解 我们先到官方文档中去寻找答案 接下来我们打开官方文档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 如何在官方文档中 查找系统有没有提供 实现下拉刷新效果的空间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这样去思考 如果系统提供了这样的空间 至少这个空间应该包含refresh 也就是说刷新这个关键词吧 所以我们就试着搜索一下refresh这个关键词 这里得到了很多的搜索结果 我们先大体的看一眼这些搜索结果 看看哪个搜索结果跟我们想要的比较接近 第一个 swipe refresh layout 也就是说滑动刷新布局 这个跟我们想要的看上去有点接近 第二个container holder 这些搜索结果的与容器相关的应该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可以先把它纳入我们的一个候选的一个API 在接下来 a deep dive into location 与位置相关的 在接下来 running a sync adapter 与适配器相关的 在接下来 display 与显示相关的 最后一个updating notifications 也是与通知相关的 经过快速的浏览这些搜索结果 我们可以得知 第一个和第四个 跟我们想要的结果比较接近 那么这个swipe refresh layout到底是不是系统提供的实现下拉刷新的空间呢 那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的确这个API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但是大家在自己实操的时候可能仅仅根据这些搜索结果 并不能完全的判断这个API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 因此大家可以再结合google搜索引擎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打开google搜索引擎 在搜索引擎中我们可以搜索android的系统空间下拉刷新这样的关键词 同样我们也是先简单的扫一下这些搜索结果 大家有没有看到第一个搜索结果就是学习google最新下拉刷新空间 swipe refresh layout 然后再往下看 也有这样的介绍 android的swipe refresh layout官方下拉刷新空间介绍 因此结合google搜索引擎 我们就进一步确定了我们的结论和推断 这个swipe refresh layout的确就是系统提供的实现下拉刷新的空间 这样第一步搜索定位我们就完成了 再接下来就是阅读官方文档了 正如前面给大家说的一样 强烈建议大家先阅读官方文档 再去阅读google上的一些文章 因此我们再打开官方文档 我把字体放大一些 官方文档中对swipe refresh layout 这个API的介绍有下面两段英文 有些学人的英文可能不太好 不过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就带领大家 简单的读一下这两段英文 swipe refresh layout 应该被使用 当用户可能刷新一个view的内容的时候 通过数值方向的滑动手势 实力化这个view的activity 应该添加一个onrefresh listener 以便于被通知 当滑动刷新的手势完成的时候 swipe refresh layout 将会通知那个监听器 每一次 手势再一次被完成 这个监听器负责正确的决定 什么时候真正的 初实化它内容的刷新 如果这个监听器决定 不应该有一个刷新 那么必须要调用set refreshing force这个方法 来取消任何刷新可见的提示 如果一个activity希望仅仅仅是显示过程动画的话 那么它应该调用set refreshing true这个方法 为了能够禁止手势和过程动画 那么在这个view上调用set enabled false这个方法 这个布局应该作为view的父亲 也就是说将会被刷新的那个view 以便于作为首饰的一个结果 并且能够仅仅仅支持一个直接的孩子 也就是说在swipe refresh layout里面仅仅包含一个child 这个view也会成为首饰的一个目标对象 并且将会被强迫的匹配宽度和高度 被这个布局提供的 swipe refresh layout并没有提供 可以访问性的事件 相反一个菜单项必须被提供 以便于允许内容的刷新 在这个手势被使用的时候 经过阅读这两段英文 我们应该大体能够总结出一些使用要点 这里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首先呢 布局文件中应该使用 swipe refresh layout这样一种布局 其次呢 布局文件中的swipe refresh layout只能包含一个child 再接下来 实力化 swipe refresh layout的activity 要实现unrefresh listen的这个接口 最后要调用swipe refresh layout的set refreshing true这个方法 以显示刷新过程动画 当然在第二步的时候 大家还要注意一下 包含的这个child 必须是可以滚动的一个view 比如说listview或screwview 对于第三步 当实现unrefresh listen的接口的时候 当然就要实现这个接口中的一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个方法 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 是unrefresh这个方法 在实现这个方法的同时 当然还要为swipe refresh layout 设置refresh listener这个监听器 最后一步 如果我们调用setrefreshing false的话 fals这个方法的话 当然就是不显示刷新过程的动画 好 根据官方文档 我们总结了这样一些使用的要点 最后一步 我们就是编写一个demo 来验证一下我们刚刚总结的要点 以及通过这个demo的运行结果来看一下 系统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空间 是不是能够实现我们最初看的 像新浪微博 网易新闻或QQ中的下拉刷新效果 接下来我们就编写一个demo 在编写demo之前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demo要实现的功能 在界面上首先有一个文本框 文本框的内容是下拉刷新已产生一个1到100之间的随机数 也就是说当我们下拉刷新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随机数 当然我们可以先让这个下拉刷新的动画 先显示几秒钟 然后几秒钟之后动画消失 接着在这个文本之后显示一个1到100之间的随机数 我们打开Eclipse 创建一个ApplicationProject ApplicationName取为SwipeRefreshLayout PaxName取为Com.Mads MadsEDU 最小的SDK版本我们选择4.0.3吧 TargetSDK和Complied的版本都选择API21 主题选择HoloLite 点Next 把这个Project添加到MadsEDU这个WorkingSets里面 点击Next 然后让系统帮我们创建一个Empty的Activity 最后点击Finish 根据前面总结的要点 我们要在布局文件中使用SwipeRefreshLayout 也就是说要用SwipeRefreshLayout替换这个RelativeLayout 大家注意一点 这个SwipeRefreshLayout它是位于V4这个SportLibrary里面的 所以要使用它的完整路径名 结尾也要用完整路径名 结尾也要用完整路径名 再回顾一下我们总结的要点 这个SwipeRefreshLayout它只能包含一个Chart 而且这个Chart必须是可滚动的View 这里我们就用ScrewView 因为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的要实现的这个Demo的运行结果 它仅仅包含两个TextView 所以我们这里使用ScrewView就好了 我们把这个TextView换成ScrewView 它的宽度和高度都是MateParent 这个去掉 这个ScrewView里面我们再放一个LinearLayout 它的宽度和高 布局宽度和布局高度我们再设置一下 布局高度设置为RefCounting 格式化一下 方向设置为水平的 在这个LinearLayout里面包含两个TextView 首先设一下它的ID 请名叫GenerateRandom吧 所以产生一个随机数 它的布局宽度和高度 都设置成RefContent 这个TextView的文本是下拉刷新亦产生一个1到100之间的随机数 Pull to Pull to random Pull to random 我们在Strength.x里面修改一下 Pull to random Pull to random 这个1到100之间的随机数 它的字体是一个字体的大小吧 等于15SP 此外 它含包含一个TextView 我们拷贝一份 这个第二个TextView就是我们产生了随机数 我们设置一下它的字体颜色 设为红色吧 这个的ID我们就取为Random 这样我们的布局文件就生成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总结的要点 实力化SwipeRefreshList的Activity 要实现onRefreshListener这个接口 所以我们打开 MainActivity的Java这个文件 MainActivity这个类呢 它要实现 onRefreshListener这个接口 我们把它要实现的方法 也添加进来 是onRefresh这个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onCreate的方法里面 首先把SwipeRefreshList这个布局 拿到 我们先定义一个实力变量 RefreshLayout RefreshLayout SwipeRefreshLayout 它就 这样一个监听器 FoundViewById FoundViewById R.id SwipeRefresh 同时 给这个布局要设置一个 onRefreshListener onRefreshListener 这样一个监听器 在onRefresh这个方法里面 回想一下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demo要实现的功能 我们是当下拉刷新的时候 先产生几秒的动画 然后动画消失 随之产生一个一到一板之间的随机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 先产生一个显示刷新过程的动画 这个动画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总结 是调用SataRefresh 刷新处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先显示一个动画 SataRefresh 处 比如我们三秒之后停止显示刷新的动画 然后产生一个随机数 那么我就可以这样写 先你有一个handler 然后把这个handler导入进来 前面应该有导入进来 要用他的host delay的这个方法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runable对象 第二个参数是 一个时间间隔 我们设置为是三秒钟 在run 方法里面 三秒钟之后我们就要停止显示刷新过程的动画 要用SataRefresh False这个方法 并且产生一个1到100之间的随机数 等于 mass 先调用它的random方法产生一个0到1 0到1之间的随机数 然后乘以100 再加1 这样的话 再把它转换成整数 这样就产生一个0到1到100之间的整数 我们再写一下注采刷 我们再写一下注采刷 产生一个1到100之间的整数 上面这行代码的作用是 三秒后停止显示刷新过程动画 最后呢 我们就把产生的这个整数 也就是说1到100之间的这个整数 我们就设置到 第2个textview上 在oncreate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就要得到 先得到第2个textview 同样先定一个实力变量 textview 在oncreate这个方法里面 得到这个textview 得到这个textview 这个textview 在oncreate这个方法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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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功能就完成了 接下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好 我按住鼠标 下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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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就有下拉刷新的动画产生了 我松开鼠标 下拉刷新的动画 先是持续三秒钟 哎 接下来 就产生了一个 1到100之间的随机数 我再次下拉 然后把鼠标松开 下拉刷新的动画持续三秒钟 又产生了一个随机数 这样 就实现了我们最初设定的这个demo的功能 但是 如果大家想要实现新浪微博或网易新闻中的下拉刷新效果 Swipe Refresh Liar 显然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去思考 有没有 通用的第三方空间 可以使用 因此 下一节课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Kithub上 最流行的 用来实现下拉刷新的第三方空间 敬请大家期待 好 我们这节课就介绍这些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二号来 三号来 调整 继续 3